有關心心區嗎? 因為最近好像陸影狀態,身體好像不太好 有啊!有關係啊! 他狀態OK啦!沒事! 就他那次沒來的時候,我還傳訊息告訴他 我當下在吃飯 我那時候在吃一個義大利麵的 我就不吃了 然後我就突然趕快問他說 為什麼明天不來? 然後我就講說我真的飯都吃不下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原來兩年的感情 是慢慢有堆疊起來的 然後我講完之後他就說 你這句話怎麼那麼像渣男會講的話 然後他就覺得很感動 你說我自己現實生活終於有沒有叛逆喔? 有 就進演藝圈吧 演藝圈 用整個人生去叛逆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原來這叫叛逆 因為那時候我只知道他們不喜歡我們進演藝圈 因為我爸現在是一個哽人處 然後因為我去年我阿嬤離開 所以現在變成他都會發展背圖 可是以前發展背圖我都會不懂 可是現在我反而都會很擔心 如果他今天比較晚發長輩 我就會擔心 他怎麼了? 他有沒有怎麼樣? 因為現在是住外面 沒有辦法回老家跟他一起住 因為我跟爸爸的關係比較有點距離 因為進演藝圈 那媽媽會關心你現在的感情嗎? 會啊 主動關心喔 不會自己開口 但我都會自己講 演藝一見 但他一生我也不一定會採納 因為真的是自己在過 又不是他 因為他自己講說不抽菸喝酒 就是一件 可能他覺得就打掉了 可是我就說那 這個我爸不要看 就是我爸不抽菸喝酒 大概也沒有讓他很幸福 哇 哇塞 那媽媽會催婚嗎? 催婚嗎? 不會 我媽其實就是蠻民主的 我覺得在這一點上面很好 他們當初有點反對你進演藝圈 那其他另一半演在這個圈子 會不會更擔心? 更擔心不會 因為他們有看到新聞 都覺得他很正派 捐肝不正派嗎? 最近有一個韓劇 然後前陣子 他一直在講那個捐肝 那個女主角 真的不容易 連自己有血緣關係的 都不見得願意捐 不會期待嗎? 你說期待被捐肝? 當然有想過 但是我沒有那麼期待 是因為 我覺得會蠻驚悚的 因為我連過生日啊 我都是很怕別人幫我 就是圍在一起 然後就像這樣子 然後跟我親身 我怕尷尬 但是我覺得會在演唱會上 它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我 沒關係啦 沒關係 我就說了 有在討論說 曾經是Energy這件事情 我曾經是 我曾經是 但 我自己是覺得 還好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 本來邀請 等於他們的合體 不是在說 我們自己Energy 辦了一個什麼演唱會 而是 是五月天他們的邀請嘉賓 對 然後還有一個我覺得 最 所以 我自己其實 蠻生氣的 蛤 我是覺得 他們怎麼到現在還那麼帥 所以其實我是開心的 我真的開心就是 終於Energy 第一代又合體了 我知道他們 合體這件事情有多不容易 也許粉絲繼續敲碗 或者是 也許 未來有一天有機會是 我們六個可以一起 但的確第一代Energy 是他們五個人沒有錯 我並沒有特別覺得 怎麼樣 我只是看到影片會覺得 哇 怎麼這五個人還是 狀態很好 再擺在一起還是 對啊 還是很讚 還是很Energy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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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